来关心农业的推展 瑞士香茶产业在蜜香红茶品的带动下蓬勃发展 而农会配合农业部扩大东部茶区面积 除了是一般新制茶园的补助 为了解决农业缺工的问题 针对了机械化新制茶园补助其城市 拉到了三年每一每年每一公顷补助五万元 逐步来朝向茶叶机械化的目标迈进 瑞士香蜜香红茶茶汤温润蜜甜回甘 而且独特的花果蜜香气 从20年前研发推出一泡儿红至今 市场上仍供不应求 不仅茶产业灰春蓬勃发展 更是全台唯一茶园面积逐年增加的地区 每公顷是补助15万 那这跟以往的那个被人转座 那在转座的部分 如果说你要是有被人然后又有转座的话 那为了再加5万也是每公顷20万 农业部茶改厂配合文旦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动113年再扩大东部茶区面积计划 除了一般茶园薪质补助 为了推动茶园机械化来解决缺工问题 针对机械化薪质茶园的补助期程 拉到3年 中共最高补助15万元 以上这个茶园薪质有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问我 采取机械式的 就是以后会积减机器下去采的 它可以连续补助3年 所以你们要种植的情况下 你们选好你们要的方式之后 跟民工这边告知 从2019年起至今 瑞瑟翔薪质茶园面积从5公顷 一路飙升到现在的近百公顷 现见密乡红茶品的市场潜力无穷 而今年农业部借着文单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扩大新职茶园的补助 增加东部茶区面积的同时 为了能够多元化行销瑞瑟茶产业 能够在新胜利军的加入后 也做业务人员上的调整 期盼借由年轻新鲜的加入 为瑞瑟茶产业的推动与发展 注入新活力创意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完成后